Hello大家好,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我这个月中呢,已经录了我的Beauty Declutter的Vlog 但是我的那个视频呢,有点太长了 我录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去剪它 所以这个月就没有更新其他新的视频了 这一支视频主要是来说一下我三月份的美妆爱用品 我三月份呢,我觉得我自己皮肤状态有所好转啊 我不知道在视频上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 而且那个就是下巴上的B口基本已经全好了 然后额头上的B口就是没有说就完全都好了 就是它再逐渐的变好 就是现在基本我觉得看起来也很不明显了 像去B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秘诀啦 去B口我觉得主要就是靠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然后要放松心情 再加上注意清洁和基础的保养 所以这个B口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而且我自己是敏感皮嘛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用刷酸的方法来去B口 我就只能这样静静的等待了 这个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月的睡眠依然不是很好 可能还是处在换季的阶段 不过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逐渐变暖啦 我就希望接下来我的睡眠会有所改善这样子 所以我就我也不啰嗦了啊 我就赶紧开始说我这个月的爱用品 首先就是这个Make Coop的一个Raw Sauce 这个Make Coop的Raw Sauce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高机能化妆水 这种东西我觉得这几年还蛮火的 像我之前有用过那个自身坛的红色蜜露 我觉得那一款特别好 然后还有像SK2的神仙水 但是神仙水就是我特别受不了那个味道 虽然它很好用我就没有再回购过了 但其实我自己本人对化妆水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嘛 就它比较舒缓然后比较滋润 香味也正常我就就可以了 所以我其实对高机能水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啊 这款高机能水号称是用风水液代替了水来制作 借此提高它在皮肤上吸收的效果 我自己用着感觉就是滋润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它质地是有一点黏的那种 但是上脸之后就不怎么黏了 然后吸收也非常的快 除了滋润效果好以外呢 它舒缓效果也特别好 然后它自己其实味道我觉得很一般啊 就是味道是那种甜甜的 有一种90年代的这种化妆品的味道 但是我用了之后渐渐的就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味道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没有任何对这个香料的刺激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是很好用的 而且打成把这款水加进我的护肤步骤以后呢 我觉得我自己一整套这个护肤流程下来 的确是皮肤的滋润状态有了一个很好的改善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款水 而且我是在Costco的网站买的就很便宜 大概也就20多刀的样子 然后它原价应该是四五十刀 所以这个20多刀的价格 我觉得能买到这样一款高技能水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很推荐给偏干皮和混干皮的朋友嘛 像油皮可能会稍微觉得它有点就是太过润了 所以这一款化妆水则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还是一个护肤品的来用 就是这个之前我开箱也给大家看过的 自身堂的这个YANA这一系列的面霜 这个面霜我之前它出新品的那个宣传片的时候 我还以为会非常非常贵 像那个像LAMIA像自身堂的月威系列那种价位的一个定品 结果定价出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它这个包装呢其实我觉得还挺失望的吧 就没有它吹得那么深啦 就是一个普通的磨砂的这种一个不规则的这种包装 这种略带磨砂感的外壳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它不会有那种滑滑的感觉 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质地 然后这个面霜本身是这种 怎么今天反光这么厉害 这个面霜本身就是这种有一点淡粉色的那种质地 然后它其实也不是那种很厚的那种面霜感 它是那种就是很轻薄的一种像GEL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工艺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分析它的成分的话 其实除了一些看起来很神秘的植物萃取 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势的成分 所以它这个价格不高也可以理解了 然后我觉得它这一款的优点主要是在于它的使用感 这款面霜就是它上脸之后是非常轻 非常就是非常轻薄非常舒服的那种透气的感觉 但同时它自己作为一款保湿面霜呢 它的那个封闭性又特别的好 你之前上的那些滋润的精华呀 或者是抗摔老的精华 它都能有一个很好的锁住的效果 然后这个滋润的这种感觉呢 也可以保持一整夜左右 我自己比较喜欢晚上用哦 因为它自己特别轻薄 所以它几乎就没有任何油润的感觉 我知道自身坛百优的那种面霜呢 都是一个很油润的风格 然后月威是略有油润的那一种 然后像这一款就跟它们比 就几乎没有任何油润的感觉了 像跟我之前说过的那个Benefique的那个面霜比呢 这个是要比那个我觉得要厚一些的 但是Benefique那个跟这个比 就是那个比这个多了一点点的那种皮拉的功效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的面霜 而且它的舒缓效果也特别的好 所以我觉得就很适合敏感皮的一个产品吧 然后它自己的香味是那种 是一种很淡雅的一个面霜的味道 我觉得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 我自己对这个味道感觉还可以 不过我觉得它没有Benefique的那个花香好过的 所以这一款面霜我自己感觉就是 如果你对贵价面霜没有什么执念的话 那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一款 或者说你护肤的预算有限 想把钱多投入在精华产品上面的话 后续接这一款面霜 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算是自身坛出的一个 比较成功的新品吧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这个配方可能会有一点搓泥 所以我自己就尽量把它放在晚上用 而且我据我的观察呢 我那个搓泥就经常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脖子的这种局部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涂的那个精华 在我脖子上吸收不够好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一款面霜 或者说这个Energy系列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呢 我建议你去柜台先试用一下 看一看它会不会在你的皮肤上面搓泥 这样子再做出选择 我觉得比较明智一些 这一瓶其实也蛮大的嘛 这个有50毫升了 我觉得就不到50美金 50毫升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面霜 已经很不错啦 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是推荐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护肤产品 是这个弯弯弯skin的这个黑钻的眼霜 我记得我去年的一个某个月的爱用品 还有我的年度爱用品里面都提到了那个弯弯弯skin的那个一款粉红色包装的眼胶 然后这一次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黑钻的这个眼霜来尝试一下 这个牌子一共就只有这两款眼霜 其他的都是精华哦 我自己觉得这个眼霜跟那个眼胶比呢 就是这个我觉得比那个更好用一些 因为这个它那个去腹肿和提拉的那个功效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显著 就是起效要比那一款眼胶还要快 而且就是那一款是胶的质地嘛 这一款是霜的质地 它说这一款有一些提亮的功效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用的时间还不够久 所以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提亮的效果 再加上我睡眠也比较差嘛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再多用一段时间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有没有它宣称的那种就是提亮的效果 当然如果你喜欢那种很油润质地的眼霜的话 用这一款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轻薄 但其实它并不会拔干哦 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组合 就是把它跟亚顿的那个眼胶一起用 亚顿的那个眼胶单用也不错 就是但是之前我用来搭配琉璃的眼霜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哦 换了这一款眼霜之后呢 我发现在亚顿的精华后续接上这一款眼霜之后 第二天起来的那个眼周的皮肤是特别饱满滋润的一个状态 就是效果是比单用亚顿的眼胶或者是单用这一款眼霜都要好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款眼霜 我觉得它不仅是单用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吧 叠加用也应该是非常好的 而且如果你喜欢比较油的眼部精华产品了 这一款又没有那么的厚重 所以也不会给你的眼周皮肤造成太大的负担 然后这一款价格在美国卖的特别贵 应该是360道左右 我自己是在英国的网站上买的 应该是在Netaporty打9折的时候 樱桃的 所以减去胃 踢去税 再加上打了9折之后 价格就只有美国定价的一半了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不推荐以美国价格入 我觉得以英国定价来买的话 它是一个质量对了价格的产品 如果以美国价来买的话 我觉得它定价就有点过高了 所以这一款眼霜就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就没有面部的护肤品了 基本都是美妆产品 首先我要来说一个高光 这个高光是The Balm的 这个The Balm这个牌子 尤其是The Balm这一款 Mary Lou高光啊 我觉得打算我开始化妆呢 这一款高光就一直好评不断 这都多少年了 至少都有七八年的样子 我觉得 虽然它好评很多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买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最近The Balm美国的官网打五折 我就在官网上买了一只 其实它原价也就是有二十多刀的样子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做工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包装和它这个做工都非常的精致 我觉得是超出它这个价位的一个质量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镜子 我觉得这个镜子也做得特别好 因为它这个粉的配方呢 是不怎么非粉的 所以这个镜子是就比较有实用价值 用起来就是日常真的是会用到的一个镜子了 像有很多粉状的产品 因为它非粉比较严重 所以那个镜子基本就不能用了 然后这一款高光呢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了半天 也应该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淡香边色的一个高光 然后我自己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闪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闪 我觉得应该是我手边遇到的最闪的高光 感觉用在手腕上看不太出来 而且颜色还有点深 然后把它涂在手背上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是不是特别的闪 我觉得比我之前买的那个Dior啊 KA啊CPB啊那些高光都要闪很多的 而且其实它特别的好晕染 不管你是用手还是用刷子上妆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用刷子来上妆了 如果你喜欢涂比较多的话 是真的可以达到一种灯泡高光的效果的 不过我在这里面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的闪亮 所以我不建议把它涂在类构的位置 那样子就整个眼下就会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很不自然的光泽感 我觉得那样子就是会显得妆很厚不好看 我觉得它除了有这种很好晕染颜色的闪亮 而且还不挑肤色的这种优点以外 它持久度做得也特别好 就是它跟皮肤融合了以后呢 就哪怕你的皮肤出油这个高光 也不是那种很浮的那种类型 而且也不是很挑你的皮肤状态 像BECA的高光我觉得很好用 但是我觉得BECA的高光有一点挑皮肤状态 这个跟那个比就是更不挑皮肤状态一些 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 我自己觉得这个Merry Luce质量是真的完全可以比你 比它贵很多倍的那种大派高光了 或者是说因为它也出了很多年了嘛 我自己觉得就是它也不舒适面上的很多很优秀的高光新品 所以如果你喜欢比较闪 然后色彩又比较自然的这种高光的话呢 我觉得你买这一盘应该是不会失望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爱用品啊 还是The Balm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一款The Balm的Take Me Home Bronze 这一款Bronzer呢 其实是它最近新出的一个产品 像它之前有一个很畅销的一个修容产品 但是我看这一款比较新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支 然后这个我买的色号应该是最浅的那一个 因为它整个都是骨头粉嘛 所以我就很害怕它比较偏橘 然后我觉得这个最浅的颜色呢 在它三个色号里面就是它也算比较灰的那一款 收到了之后感觉它这个颜色呢 其实就是很中性的那种Bronzer 然后这个Bronzer也特别的优秀啊 就是它的那个显色度特别的高 而且就是也非常的好晕染 就跟皮肤融合的是特别好的那一种 像我自己最喜欢的用法 就是拿这个毛量非常丰厚 也相对比较扎实的一个巨大的面部刷 然后沾取它的这个Bronzer 然后在面部感觉自己需要修容 或者是Bronzer的地方直接来刷 因为刷子足够大 所以它上妆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它自己产品配方又足够好 非常好晕染 所以就是刷刷了几下这个面部的这个修容 或者是Bronzer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而且它这个颜色设计也非常好 刷完了之后整个人的脸感觉就小了一圈 所以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一款了 而且它跟高光一样持久度也特别的好 我因为这两款产品 对ZBUM这个品牌现在印象非常的好 我觉得等到它下一次做活动的时候 应该我还会入很多他们家的产品 这一款Bronzer 我觉得它跟Charlotte Tilbury的那个 Bronzer的那个颜色其实是有一点像的 不过这一款跟Charlotte Tilbury不同的 就是这一款比它的显色度要高 而且Charlotte Tilbury里面Shimmer比较多 这个就是基本是一个哑光的那种状效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亮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带闪的那种Bronzer的话 所以这一款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接下来这个爱用品呢是一个Corrector 是一个羞涩膏 因为我自己最近睡眠特别差嘛 我觉得我自己的遮瑕有一点盖不住我的泪沟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Corrector来用 这款Corrector呢它是一个这种就是很粉 然后又有很好的一个提亮的效果的一个产品 我一般是把它用在遮瑕之前涂在眼下 然后这一款Corrector的这个配方 我觉得是那种比较通透的这种橘粉色 然后把它晕开了之后就感觉 眼下就是粉粉的亮亮的那种感觉 不过盖上遮瑕之后 整个那个效果就非常自然了 就不会有那种很假的提亮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效果很好 而且它这个膏状的质地呢 跟我手边几乎所有的遮瑕都可以完美的结合 就不会有什么卡粉啊卡纹啊 奇怪的妆效啊容易脱落的这种情况 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稍稍有一点黏的那一种 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这种比较黏的配方的话 Bobby Brown有一款羞涩膏也很好用 而且那一款比BECA的这个色号还多 选择就更多一些 所以这个羞涩膏就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这款爱用品是一支眉笔 这个月爱用品有点多 所以我现在就加速来说一下 这个Hourglass这个砍刀眉笔呢 我觉得它具备一支好眉笔的所有的优点 首先就是做工要精致 外壳也比较耐摔 不然的话这种砍刀眉笔一摔 它那个鼻心就容易断掉 或者是内部有那种稀小的部件也会断 寿命就不会太长 我觉得这一支的做工已经挺够好了 然后像还有其他的优点 就是它的上色非常的均匀 我觉得这一点 你们看我今天的眉毛 我觉得应该可以感受到 它这个上色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就是你哪怕眉毛没有 就是把它修得很短 它这个上色也能做得很好 像有一些眉笔 它是如果你的眉毛长长了的话 就会影响它的上色 这一款就不会 然后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持久度做得也特别的好 一整天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那个边缘也不会就是 晕妆晕得很明显的那种 然后像它后面的这个小刷子呢 我觉得效果也特别的好 这个刷子很大哦 我觉得用来晕眉头效果特别的好 不过它的刷毛不是非常的软 所以我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子 总之这一款颜色选择也很多 所以我就会推荐给大家了 最后一件爱用品就是一支手霜 这个是一个奥地利的品牌哦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把它的品牌名发对 叫Susanne Kaufman 然后这个手霜 其实我前几年就用过 那个时候这个手霜还是一个罐装的 是放在玻璃罐里面的那一种 然后现在我觉得它这个配方 比之前稍微稀了一点点 不过效果还是一样的好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现在的这种瓶状的包装 像它这个是一个真空的压嘴 我觉得它这种真空包装 就是能让它保质期更长 这个我觉得做的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它很好的一个变化 这款手霜呢 我觉得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一个手霜了 它自己就除了是舒缓 保湿滋润的效果做得特别好以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没有什么黏腻感 也没有什么残留感 就涂完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用手机用键盘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在现代社会里面 这是一个好手霜需要具备的 很重要的优点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味道 特别特别的好闻 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然后有一点奶油味道的感觉 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味道 我每次涂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食欲大增的那种 像之前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 我觉得SMN的那个手霜 这个其实用起来使用感跟它差不多 只是SMN呢 比它的那个质地要厚很多 而且SMN的那个杏仁味不好闻 所以我相比于那一款来说 就更推荐这一款 所以这个月的美妆爱用品就是这么多啦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下面给我评论 然后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投币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呀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